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样死又怎样英雄 回忆不必再彷徨 看西湖的波浪 有千长江水茫茫 只剩日落 常温朝涨 有太多故事 也这样荡起回肠 你看西湖的波浪 有千长江水茫茫 上下五千年 雄混浩荡 谁能说人话好 而你不是黄东王 你看西湖的波浪 有千长江水茫茫 人生日落 朝退朝涨 有太多故事 也这样荡起回肠 也这样荡起回肠 你看西湖的波浪 有千长江水茫茫 上下五千年 雄混浩荡 谁能说中华后而你不是黄东王 可我确实想过 带着仙鱼一去不贵 你这是在挑战吗 你说呢 都在这儿了 你们看吧 我怎么看出这些金头是假的 连你也能看出是假的 这些造假的人不是太差了 你怎么总是跟我过不去啊 关先生 你为什么不仔细看看呢 我还用看吗 难道你忘了 第一个把金头从地窖里抱出来的人 就是我关帖套 怎么说 你早就知道金头是假的 要是真的 我还会让人从我手中夺走吗 我想起了一句话 说吧 你现在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当成是挑战 这句话跟挑战无关 席而恭听 天生鹤 和生韬 你为什么要走 你一定会知道 我此时要去什么地方 当然知道 你要去唐四之家 对 能够把金头造得如此精致的人 这世上只有唐四之才能办到 你想在唐四之家里 找到造假金头的线索 来验证自己的推测 正是如此 你不必去吧 为什么 我已经去过了 为什么不说话 我又想到了一句话 什么话 天生韬 和生韬 人生韬 这是在哪儿啊 喂 喂 醒醒啊 醒醒啊 这是在哪儿啊 总不会是在国外品质探射吧 哎呀 好像是缺了点什么呀 缺 我看缺的东西还不少呢 我肚子饿了 有油条烧饼了 我想刷牙 有牙刷青檐吗 我想撒尿 有尿糊吗 我说的是缺人 缺人 缺谁啊 缺了波尔 波尔 那儿 对了 他昨天还被绑在这儿呢 他人呢 不会是帮你找尿糊去了吧 哎呀 急什么不就是有两种可能吗 一种是被拉出去砍头 还有一种就是松了把被放了 你眼睛还没有睁开 就说话 还说得头头是道的 莫非你睡着的时候 还能听到别人说话吗 就不吓呢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正是人呆不阿泥的 耳朵 擦了擦了了 来可主来了 起来 不要 走 我要 我又尿了 大石炮 你测梦能待会儿再尿吗 待会儿就没尿了 走 别来斩打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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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壁虎 马车没了 马车呢 糟了 马车上有七箱珠宝 丢了 这可怎么办呢 马车丢了 马车没了 我们可赔上了 怎么 怎么 哎呀 快去找马车吧 快去啊 来来来 悄悄看一看啊 武传秘方 贴一贴就好 好 父老乡亲 有钱了碰个小盘 没钱了 赔个小盘 悄悄看一看啊 不是金公国 武传秘方 来 悄悄看一看啊 老伯 啊 请问 瓜棚侦探社在这儿吗 哦 在那边 哦 谢谢你啊 你对西方赫说 你已经去过唐四芝家 找到了什么了 怎么说 唐四芝就是按着这张图做的镜头了 那你为什么不给徐方赫看呢 在给你看之前 我不会给任何人看 为什么 看看背面 唐四芝先生 请按此图 请按此图打造十八将军金头 功期两年 重金面搜 大成之后 交与阁九爷 肃王爷亲笔 行 请原谅 请原谅我 我知道你看过之后会非常难过 你不要说 你要是不把这张图给我看 我倒真要恨你 这么说 这一切都是我爹事先安排好的 你爹早就料到了一切 这么说 割九爷 是我爹的替身了 算不上替身 也算是最新来的人 我想去见割九爷 为什么 我要问问他 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行 你刚从何花楼脱险 身体还很虚弱 该回侦探社休息一下 我先去月月家 找割九爷好好谈谈 再带你去见他 你干嘛呢 我这不是找马车的吗 找马车也不需要这样找啊 我当然是我在学公马轿嘛 这是为了把母马引来 你这哪像公马轿啊 你这像下个子的母马轿 你这像下个子的母马轿 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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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你啊 你能不能不叫我 我早就不想叫了 贼猴 喂 你叫谁是贼猴啊 乔大叔啊 他都昨天晚上就不见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不准叫乔大叔是贼猴 那叫什么 叫儿子 儿子 你的儿子 孙悟空的儿子 这样我就明白了 我还以为是我的儿子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 乔大叔一定是躲在马车里 守堆那七箱珠宝 找到了马车啊 也就找到了巧大叔了 反过来说啊 只要找到了猴子 就找到了马车 对不对 对啊 认识你这么久啊 这是你说出的第一句想侦探的话 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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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马车啊 啊 找到了 哎 马车找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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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呢 啊 箱子呢 这就是我们的马车 可箱子没有了 啊 哎 猴子 哎 猴子 哎 哦 哎 啊 哎 唉 我 我 你找谁啊 你就是仙云阁哥吧 你是谁啊 我是月月 月月 你是阁九爷师父的孙女月月吧 是 阁九爷好吗 九爷被渡开园打伤后 无处可去 后来派人送到我家 由我来照料他 那你这是 我出来卖些自家的鸡蛋 好换点钱替九爷买药 你是来借钱的吧 不不不 买药的钱已经够了 我今天到这来 就是想来找你哥哥的 那你坐下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多开园为了逼九爷讲出一个什么秘密 把我也抓了去 他还把我扔到大石墨里去磨碎骨头 九爷他为了救我 做了一桩对不起肃王爷的事 把肃王爷告诉他的那个秘密给说了出来 为了这件事情 九爷他好几次对我说 他要爬回京城去 跪在肃王爷的坟前一头撞死 我苦劝不住 只得 只得来找哥哥您了 月月 你的心真好 你来找我 就是想让我去找哥九爷 劝劝他是吗 如今还能想着我爹的 也只有哥九爷了 好 我随你去 有件事情 我正想问问他呢 哥哥真的答应了吗 嗯 我们现在就走吧 你怎么了 哥哥有几年没有见过哥九爷了 我记不清了 那你们还能认得出来吗 九爷说了 现在什么人都不可以相信 骗子太多了 他还说过 他早就想来认您哥哥了 但是怕认错了人 又不知会闹出什么凶事来 他只要见到了我 问我几件肃王府的事 我答对了 他就可以相信我是仙鱼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九爷说 肃王府的事 京城里有很多人都知道 哦 我想起来了 九爷说 肃王爷曾经对他说过 肃王府万一有难的话 千云哥哥能逃出去的话 可凭一样东西相认 是吗 什么东西啊 我记起来了 是一幅画 一幅画 对 是一幅画 九爷说 仙云哥哥离京 肃王爷一定会让你把画带走的 让我想想 我有没有见过这么一幅画 对呀 哥哥好好想一想 只要有了这幅画 你与国九爷 就不用一神一鬼的了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 真的没有 我离京的时候匆匆忙忙的 也没有见到我爹呀 我呀 什么东西也没拿 哥哥 你再好好想想 你父亲是不是 事先把那幅画放在马车上了 我爹在马车上 事先放了七口箱子 不过我打开看过了 别说是一幅画了 就连一张纸也没有啊 哥哥看得仔细吗 很仔细啊 哥哥 你不会再骗我吧 骗你 我干嘛要骗你啊 哥哥 你真的没骗我吗 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想到哪儿去了 不就是一幅画吗 哪怕这幅画价值连城 可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片纸片 我为什么要为这张纸片骗你啊 哥哥 我在一声声叫你哥哥的时候 我的心里正在流行 你看出来 你在说什么了 你真以为我是格九爷师父的孙女 你真的以为我是一个穷酸苦命的人 错了 我是肃王爷的女儿 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你是肃王爷的女儿 这不假 可是 我也是肃王爷的女儿 这也是事实 你怎么是我爹的女儿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没见过我 你当然不会见过我 因为我是你父亲的私生女 你能见过我吗 私生女 你是我爹的私生女 不信吗 你当然可以不信了 我与你仙云格格 我虽然是同应父亲所生 但是 你生在地面上 而我生在地底下 你我根本不是同起同坐的人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肃王爷的女儿 那你真名叫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吗 你说 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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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不 不是哥哥 我没有资格被称为哥哥 只有你仙云 才能被叫为哥哥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在叫你哥哥的时候 我的心里在流血 就算你说的是真话 那要怎么能证明 我爹就是你的爹呢 你知道吗 我的爹不仅喜欢我 而且他说 要不是因为你娘太厉害的话 他早就接我和我娘去王府了 还有 他每次抱我的时候 他就会说 彩云摸一摸爹的老刺猬 爹的脸上长着满脸胡须 你不会不知道 爹把他长胡子的脸 叫做老刺猬吧 你还记得吗 爹的后脖子上 有一块红痣 爹把这块痣叫做 叫什么 皇上爷打的手样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告诉我 父亲交给你的那幅画 藏在哪里了 我不知道 别骗我了 你以为我是小孩子吗 不 我比你聪明 比你能干 我早就从我母亲那儿学会了什么叫做忍耐 什么叫做仇恨 从父亲那儿学会了 什么叫做伪装 什么叫做手段 说 说 你把画藏在哪儿了 不准你侮辱他 不准你侮辱我父亲 告了 我没有兴趣的跟你谈父亲 你如果把画交出来 从此你我个笨东西互不相干 要是你不把画交出来 你想怎么样 把他放下 不要过来 放下刀 你就是观天套 对 这么说 你就是仙云格格的未婚夫 对 我父亲告诉过我 仙云格格许配给一个拼命三郎 这么说 你就是那个拼命三郎了 别动 你再走一步 我就杀了他 看不出一个如此文弱的女孩 竟然对格舅爷也下得了手 你已经知道了 我不仅知道这些 而且知道你是怎么杀的 观天套 都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 都会按照肃王爷的安排发展 可是现在一切都乱了 肃王爷地下有之 他绝不会饶你 你应该明白 最大的恶人不是别人 正是你观天套 只要你放下刀 哪怕你让我离开杭州 什么事都不过问 我也是 毫无怨言 不 你做不到 唯一能让你退出的条件 就是你死 现在就死 你不要逼人 还是 你是不是带着手枪呢 对 把枪拿出来 快 拿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想找到十八颗金头以后 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打碎 对追你的脑袋 让天下人全部都能够知道 肃王爷的另一个女儿 名字叫彩云 当我实现了这样一个梦想以后 我会找到你和你一起去死 可是 你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不会让我昭告天下人 我也是肃王爷的女儿 那好 她就让我和你一起死 现在就死 你同是见我们的父亲 我们在阳间 不能证明我们是姐妹 那我们就到阴间去证明吧 彩云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些话 足以能够打动我 在我的心里 我已经慢慢地承认 你就是我的妹妹了 但是 但是有一点我 我很失望 我不会认你这个 连自己的亲人都会谋杀到妹妹 不要说了 杀了你 毕丞云 贼 贼 蔡玉玫瑰 古人说生者且偷生 死者偿矣 死者可以偿矣 而生者却不能偷生 关大哥 你就说吧 咱们接下来该干什么 是啊 我和蔡玉玫是侦探 需要我们干什么 尽管吩咐 说 我做好准备了 关大哥 为什么不说话 江殿 什么也没找到吗 我们只找到了丢弃的马车 可是马车上的 七个珠宝箱失踪了 失踪的还有波尔 我看波尔是凶得吉少 一定是被那会儿人给杀了 我听说羊毛子的肉好吃啊 波尔是死是活 一定要搞清楚 你们先送仙云回去 我和小碧虎去找波尔 你怎么来了 魏月月月和隔九爷送葬这样的大事 你应该通知我的 你的消息不是一向很灵吗 这不自己来了 我不是来送葬的 那来干什么 送信来了 什么信 无名信 既然是无名 怎么知道是我 因为心里面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什么东西 你看了就会知道 徐发鹤 你不和仙云说句话 什么意思 没有恶意 我无意与你挑战 你不用解释 我想对仙云说什么 迟早会说出来的 这和你没有关系 你等一下 你带我走 去哪儿 随你 不 随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怎么开始 我们可以结婚 我们马上就结婚 你没什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不是我不要你 而是有人不愿意我要你 滚点头 不是他 不是他 那会是谁 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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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王炎不希望看到快死的人 披红挂财 三百千里 多真贵 给我一个绝对 换你一份完美 常常的路一定过来 我们的世界一片清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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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收集全世界的快乐 清 把你每个梦点缀 我一直在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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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我一直在寻找着 生命中那兜玫瑰 终于让我遇见你 值得有一生吹碎 终于让我遇见你 才懂得想象指的珍贵 多珍贵 如果我是你 我会娶她 为什么 因为她冒昧无双 就凭这个吗 对你们男人来说 这还不够吗 你听 听到什么 什么声音了吗 是你的鹤在叫 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想知道 不如咱们换个话题 不 你必须知道 因为这些鹤 就是我心目中的女人 那欣云小姐 就是你的鹤 她是用清水画的 很快 就会飞走她 这么说 你不会娶她 不会娶 但我会爱 小鼻虎 你在什么地方能闻到张桃的味儿 只剩下有张脑弯 只有藏树楼的树才会有这种味道 我以前透过好多藏树楼 树里面都有这种味道 不做 什么不做 这种黄头发 是从荷花楼来的 黄头发 波尔不是有黄头发吗 难道说 波尔在荷花楼 不对 这个人想告诉我 波尔去过荷花楼 而且 而且什么 与两个人有关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信上写什么 写 一 我想起来了 窦天一 不是被人关在了荷花楼吗 而且仙云 也被关过荷花楼 所以纸上写着 新 一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很快就有了 能告诉我 结果是什么吗 不能 为什么 凡是有结果的东西 都不可能预知它的结果 你应该 走上欧洲的哲学讲坛 领取一份年薪九千英镑的讲课费 记住 当一个女人学会了讽刺的时候 她的内心已经被失控了 就像黄蜂会用刺遮人一样 因此命中注定 她要住在一个空洞的窝里 那你也记住 当一个男人 不知道一个女人在施爱的时候 那她的心早就枯竭了 就像是春天 树发不出树叶 它早就是一段朽木 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那封信 你送走了吗 送走了 打开信封后 关天涛就会明白 他第一个该杀的人是谁 你完全可以不用借关天涛的手 把这个人给杀了 不 他已经在荷花楼 玷污了我的身子 我不能够再让她的血定握着双手 你在荷花楼里找到证据了吗 是的 找了整整一天 也许 你把这个人交给关天涛处置 是你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 也许就是一条能带着你 找到真正金头的猎狗 关天涛他不是傻瓜 他会跟着这条狗 找到真的金头 再一刀把他杀了 小屁虎 你们就是在这儿被抓的 对 就关在那间仓库里 可是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不把我 大水炮搜酒明给杀了 反而把我们给放了呢 跟我来 这些人不杀你们 正好说明了 他们就是抢金头的人 为什么 他们从我手中抢了金头后 却不知道是假的 运到小伙轮上 没想到许放和和窦天液 抢了回去 他们丢失了金头 还想把金头找回来 你们正好被利用 这么说 他们知道我们也会去找金头 对 他们知道咱们不会罢休 师父 都谢你救我一命 我说的白鹤 不是你院里哑的白鹤 而是角色院楼上的白鹤 说下去 怎么不说话了 不说了 太残忍了 你说吧 我盼望的 就是有这么一天 有一个人 当着我的面 把所有的事情 都说出来 拜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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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王 不要怪贯天涛 不 我不会怪他 这一切 都跟他无关 我一直在等待着 冥冥之中的相会 我一直在寻找着 生命中那朵玫瑰 终于让我遇见你 值得有一声吹碎 终于让我遇见你 才懂得相逢相知的珍贵 多珍贵 给我一个绝对 换你一份完美 常常的路一定过来 就算天灰灰 窗外是纷飞 我们的世界一片清脆 给我一个绝对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心情余味 不会太迷惑 不会太伤悲 我要收集全世界的快乐 把你每个梦点缀 我一直在等待着 我一直在等待着 冥冥之中的相会 我一直在寻找着 生命中那朵玫瑰 终于让我遇见你 值得有一声吹碎 终于让我遇见你 才懂得相逢相知的珍贵 多珍贵 给我一个绝对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一定过来 我们的世界一片清脆 我们的世界一片清脆 给我一个绝对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静静一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